好 大家好 今天是9月17日晚的映画春秋 我是Grace Gear Thomas 開播之前也有一些電影展的消息 不過不是香港的 這個就是去年我去過一個 非常美好回憶的一個電影節 去年一來她的選片 其實我很適合我口味 也選了這個戀愛病發的導演立華譜的一個傳展 是的 我記得你說過 再加她其他角色的角色 其實我非常喜歡一個高雄電影節 但是我覺得有一點可惜的是 今年再看回將會舉辦的高雄電影節 我就發覺她的規模是小了 規模怎樣小了 是小得很明顯的 因為記得之前好像是博爾 你是不是說 去年基本上影期應該有三個星期以上 今年就應該剩下兩個星期左右 那不是對於你們 一些特地遠到來看電影節的人 那不是反而好了嗎 那這個看她的電影節的定位是怎樣 那因為高雄電影節 從來都不是標榜著一個國際電影節行頭的 那大家所見是國際電影節 那譬如接下來的虎山都是十天左右 那是唯獨是香港國際電影節 不知道為什麼是要搞這麼長的 好像夏年都短了的 數了去14、15以上 因為她終於踩到復活節了 踩不到 夏年都踩不到 都踩不到 都踩不到 所以我就會覺得 課回高雄電影節 那持平一點來講 她是一個本地向的電影節 一個本地向的電影節 其實她主要是給公眾看的 其實她的節期長一點我覺得OK的 還有她排片的時間 其實在閒一距沒有日長的 高雄電影節 當然我說 香港山長水縣過去幾天 當然是排片質度越滿越好 但是你要理解一下 你去看的其實是 當地人看一個地方的電影節 那我不會問 我一定要她可能 十二點就太誇張了 兩點開始排到什麼什麼 看到九點一直直落 我不會問這些 因為始終人家是屬於電影節 她是給當地的居民 可能收工去看 或者一星期六日 就排回日長 其實這些 我一合理會有正確的 那我不會說 因為我是一個外地來的人 我要求你一天排完五場 因為她只是一個本地的電影節 不是一個國際電影節 我會分開 看不同的電影節 我會有不同的一些期望 那大概今年她是排了哪個位 今年就是去年 她是在這個喜悶客那個 夢時代拍成 十幾個House 而且她外面有很多報紙 她親身去的時候 她的氣氛都OK 那今年就沒有喜悶客 那今年她放那個 包括在圖書館總館 電影館 博二應該都是播VR為主 你這樣說呢 如果沒有了那個夢影城 夢時代 我不是很記得 但她多了另一間叫做鋼類影城 MLD 應該是以前有一個工廠 什麼工廠 我真的不記得了 好像是鋼鐵廠 改建而成的一個電影院 我現在在想 其實 劉永遠這些事情都是關於政治的問題 其實如果你有留意台灣的政治 其實你就知道 Gear去年去的時候 韓國瑜好像還沒上台 選中 選中 其實我去到都已經看到 電影館外面已經大大 過韓國瑜 賣廣告了 那今年韓國瑜選中了之後 除了高雄電影節縮了之後 有一個很重要的一件事 就是這個大港開場都禁止了 所以你說高雄電影節縮了 因為我在想的一件事 剛剛講的地方 我懷疑是因為她沒有錢 所以她租不起你講的地方 變成她退而求此 她找一個比較便宜的地方 去租一個場去播電影 而且播的片數不是都少了嗎 是的 少了 明顯少了 因為她去年很多不同的環節 我沒有特別掃 今年你明顯見到 那個影展單元都少了 嗯 因為今年 應該總共六個單元 高雄拍佔了兩個 高雄拍其實是一段片來的 因為其實Independa 都會選幾套高雄拍的短片播放 那時候胡亭凱都會過來 宣傳高雄拍 那就是只剩下另外四個title 如果是長片 是的 一個就是狂戀世代 嗯 其實她每年都有 去年就是愛恆家族 那今年看她的選片 都很吸引 都不差的 那個火口的二人 其實我也不知道香港會不會 我懷疑香港不知道 是不是亞洲電影節 我不知道啊 我真的不知道 因為這套其實都 有很多消息關於這套戲的 火口的二人 就是今年高雄電影節的開幕片 哦 會選 其實其餘那些 舊片比較多的 那新片 我都覺得是挺吸引的 嗯 無港水手啊 發斯芬達的經典作修伏版 這套應該是她最後一套電影來的 長片來的 其實《感官世界》啊 《American Beauty》啊 其實幾套都是 《布拉格之丸》 《布拉格之丸》 《香港》就上了的之前 幾套都 我覺得是OK的 但是我看到剛剛有一個 是挺吸引的 它是一些台灣的舊片 它去播放 因為你都說高雄電影節 其實都是一個 比較local的電影 因為我看到消息 剛剛你loop到 我才看到的 好像說有一套片 李恆 百景瑞 好像是不是 我不太記得了 有一套片是播出來的 會不會是 因為我沒有詳細loop 但是 其實今年我看它的片目 我覺得高雄拍 是最吸引我的兩個節目 是 因為我看它的短片 都很有趣的 那些主題 OK的 其實因為我連續幾年 都有看《Indie Panda》 高雄拍它的節目 其實是幾有水準的 台北的短片 其實是 因為台北除了高雄拍之外 其實它還有其他的短片 但是高雄拍就會比較吸引 因為高雄拍 它是 它很有趣的 高雄拍 其實你只要一個地方在高雄 其實你什麼國家的導演 去拿筆錢都可以 所以它變成 它吸納很多不同地方的導演 去拍短片 拿一塊錢 其實也有不少長片 也有在高雄拍的 嗯 去年那一套引爆點 其實應該也有在高雄取景的 哦 我有看 那一套狂途也應該是高雄 也有在高雄拍的 那雖然它縮短了 但是其實它 可以說算不算是簡而征呢 如果這樣 雖然你說那些片 好像沒有去年多這麼多了 那些片應該都OK的 嗯 那當然 我會可惜是 這個搞得挺好的本地電影節 為什麼突然間 那個規模小了這麼多 很簡單 那個市長走就算 總統都沒有空理這些事情 其實是 它連那個市場 之前下大雨水浸都不見了人 更何況你說搞這些節目 大廣開唱就已經不搞了 那它還有高雄電影節 其實是不是應該感恩呢 都 很無奈 都糟糕了 那另外它 另外兩個環節 《瘋狂世界》 就是一些比較 你當一些比較 另外的東西 這些我想看 其實是 它其中有套我是想看的 不過就是比較大路一點 哪一套 《都市智慧野的和》 這是什麼來的呢 那個英文片就是 《The Art of Self-Defense》 嗯 那Jersey Asbert 有份做的 嗯 其實我這麼 因為我覺得它的英文片很有趣 是 一個智慧的一個藝術 在現今這個世代其實 都幾需要的 是啊 我們一定要強身健體 保衛自己的人身安全 還有其餘那些日本片 我覺得是可以試一試的 但是其實那套比較舊 輪坐貴的同學 其實這套已經很舊了 沒有錢了 啊 哈哈 因為它其實那個檢渡窗 衣索遊戲和 那個麻雀放浪機 2020 我覺得是 吸引的 檢渡窗就會是一個 穩陣一點的一個選片 嗯 那其實衣索遊戲和麻雀放浪機 呢 就是像 日常我們所講的那些日式的溝片 嗯 那基本上你和買大小是差不多分別 哈哈 就是你進去播一下 你又不會糟糕啊 是啊 那 因為日式的溝片 和可能 看歐美那些會有一定的落差 也不會一套都是私撒片場 那當然 那麼出色 嗯 所以這些是 真的 膽薄膽的 你會去幾天 你這個高雄 高雄今年不去 哎呀 最主要是幾套 它有兩三套會放的 台灣片 長片 是 那我沒有記錯 《返校》和那套 那套 那套《優宅有分組》那套 都是釜山有做的 哦 你是釜山看 我應該會留在釜山看 嗯 那 有時間 可能會考慮 那個 台北金馬 金馬 但是今晚買票又會有 什麼 今晚可以上網買票 今晚可以上網買票 高雄就是你要洗環手的 是啊 是啊 我都記得你說的 高雄是要洗環手的 不過高雄其實你都說 其實你walk in 進去都是一個 沒有問題的 去年是沒有問題的 今年如果這樣的情況下去 我想都應該是沒有問題的 今年可能你唯有希望它的入座會好些 嗯 因為明年有 因為這個市長應該都還有幾年玩的 哈哈哈哈 這個市長應該 如果選中了就不知道了 所以高雄電影節就自求多福了 那你講不講金馬 金馬講一講 那首先當然是罵了 那好學不學呢 金馬影展就學了這個 香港國際電影節 香港的電影節一些規模 那接下來是10月26號就公佈完整的片目 嗯 那它賣票是什麼時候呢 10月27啊 哈哈 跟香港國際電影節一一模一樣啊 又是那些呢 要你一晚之內 把你全看片單 然後呢 之後立刻畫了個表 然後第二天呢 就是搶票了 我當它是 26號的001分 開始公開的片目 那它賣票它不會 所以去到27號2359才賣票 當然不會啦 所以大家也都應該是 大概24個小時 或者更短的時間去選片 排片 哦 那這個是 好無奈啊 是很想去 一去年金馬奇幻都不會 那麼 那麼趕啊 這時間 那麼wush 喂 24個小時 喂我看 行不行 是亞洲電影節啊 香港國際電影節 會有一些 這樣的情況出現 哎呀你不要再說 亞洲電影節 我快來了 我快死了 是呀 但是今年 金馬的開幕片和閉幕片 都是值得留意的 那開幕片 是不是就是啊 張什麼 張作企 張作企那套啊 是其中一位 是因為性醜聞而坐牢的一個導演 嗯 是不是這樣說又很不公平的 那張作企就最新的一個作品叫做 親愛的陌生人 是不是 哪個我最親愛的陌生人 是因為呢 其實我看完這套戲呢 它好像 好像會 去回當愛的時候的那種 那種 就沒有醉生夢死 那麼灰 醉生夢死 我真的到現在都不會再回去看 因為太灰了 那這套戲 那這套戲就是張作企 和呂雪鳳的第三次合作 嗯 那我就 其實張作企的作品 我就不是非常之 或者是 欣賞 或者是 當外來的時候是OK的 是啊 但是也都對於他一些場外因素 是有一點點不褻的 哈哈 那閉幕片就是這個 林舒宇導演的新作 嗯 那就是這個植母花園 嗯 那植母花園 就有這個張艾加李心潔 和阿寶歡合演 喂 但是其實有一個很無奈的 已經有消息說 這三個主角是不會去的 就是不會出現在金馬影展 因為你知道為什麼 其實 你清楚的 沒有辦法的 是啊 你要賺錢 那你就取捨 其實都算是這樣的 因為這兩套戲是 釜山都沒有 哦沒有啊 真的金馬手影 所以我覺得他起碼這兩套都 特意為了金馬 而留下手影給他 哎呀我想看的 但是我又失敗了 這個時間 因為以他兩個 這兩位導演的那個 履歷和作品 其實都會很受 賦山青來的 糟了我懷疑這兩套戲呢 要下年國際電影展才看 你看一下時間 哈哈 十一月才上 十一月才上 十一月七至二十四 對 你亞洲電影展應該上不及了 哎呀 沒有啦 那可能會上正場的 我希望 其實我也挺喜歡這兩個導演 所以我覺得他 起碼這兩套戲 可能為了金馬而願意 保留一個編美人給金馬 都某程度上一個尊重的 嗯 那要賺錢的就 沒辦法了 他是十一月七日至二十四號的嘛 金馬影展 是 二十三號就頒金馬獎 哦 也都是同時有個 不知道大陸那個 金雞還是百花獎 金雞百花獎 金雞百花獎 因為他好像每年交替 一個百花一個金雞 我記得好像是這樣 所以就 都鼓勵大家可能 可以試一下去 金馬就方便些買票的 是 高雄就消費會相對來說便宜一點 是 是 大家因應自己那個 毛包 是嗎 喜好 其實上網很容易找到資料 你們 金馬就可以上網登記定 他二十四號開賣 加上你二十六號通宵搭彈的 刨攻略之後就可以訂票了 是 這次時間差不多了 好 下一節回來我們說電影吧